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瑞卡,又到了我主模型時間 在4月份,其實萬代發送了蠻多主張模型的作品 像是有HG認識L、SD鋼彈世界群星級的信長鋼彈、悟空鋼彈、警官鋼彈 Fingerise Standard 假面騎士的龍騎、MGGN 還有即將要在4月28號所發售的HG信鋼彈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比100的MGGN 那大家對GN的了解應該就是從鋼彈C宇宙當中的量產型機體 那我還是簡單幫大家科普一下 今天它就是出自於鋼彈C動畫裡面的雜魚機 就很像是我們看鋼彈UC裡面的薩克一樣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組囉! 等等這科普也太短了吧? 沒有啦,其實呢,我還是有準備一些資料要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它就是由詹夫特所駕駛的第一台軍事用量產型MS 最大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機體可以搭載不同的武器 算是一款適用性蠻高的機型 那為了要讓這台機型呢,在不同的環境當中適應作戰的需求 所以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機型 等一下它的機型出很多,所以我這個我需要小超 它的機型呢,有突擊性機恩、沙漠型機恩 疑點用機恩、水中用機恩、高機動型機恩、高機動二型機恩 長距離強行偵察附作型機恩、戰術航空偵察型機恩 水中戰士一樣改良型機恩等等 那我那時候還很好奇說,為什麼MG系列會出這台機體 我查了這些資料,我似乎明白了些什麼 真不愧是B財團啊,目光如此的遠 那好啦,這一次我真的要來組裝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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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啦!! 那在框架部分呢,總共有14件 一張監視器貼紙 還有一張機身貼紙 本體高約20公分左右 那我在組完我發現到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看 在外觀上面它是使用了藍灰色的成型色 機體的部分它內部的骨架 它是沿用了2019年薩克勇士的內構框架 那它是使用了黑色的成型色 那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它骨架黑色的 頭部的部分它高高的天線 白色跟橘色是採用了分色處理 那在監視器的部分它是可以依照角度的不同來去做調整 但是它不是設計聯動的設計 你必須要把外裝甲打開才有辦法去調整它的角度 這一點真的忍不住讓人想要吐槽一下 RG結論之後它的獨眼機構就可以聯動的設計 那為什麼這支MGGN沒有設計呢? 明明可以做到的事情為什麼不做? 肘的部分它的外裝甲都是可以獨立掀起的 那可以看到它裡面是有設計小小的出氣孔 在肩膀的地方它也有設計前後移動的機關設計 手肘的部分是可以彎曲達到貼合的效果 手腕的地方是做球型的關節 所以可以去做轉動 在手型的部分它附的還蠻豐富的 它有附四種手型 分別有握拳、開掌、持槍、持劍的手型 可以自由的去做搭配 在胸口這個地方它左右兩邊的零件是做分開組裝的 那這樣子呈現的方式在視覺上我看上去會更加的有立體感 駕駛槍是坐在胸口 變成它腹部這個地方略顯的空虛 它就只有使用了一根零件來去支撐它 在把玩上面很怕它會斷掉 這樣子其實也是影響了它腰部它可動的幅度 在腿部的地方外觀上面看上去非常的粗獎 在小腿的後方它又有設計可動的推進器 推進器它是使用了紅色的分色 胸肛節的部分它可動是可以前踢、後踢、側踢都是沒有問題的 膝蓋的部分它可動的幅度也算蠻大 腳踝的前方它的外裝甲是可以掀起 腳踝的可動部分它是可以前後左右去做擺動 腳地板的地方它是做單獨的零件 所以可以分段式的可動 裙甲的地方它都是使用了球形的關節去做連結 它最大特色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搭載不同的武裝 這一次MGGN它在武裝配件上面其實附的還蠻豐富的 它有附重斬刀 重斬刀它的成型色是使用銀色的 上面沒有水波紋 它有反光的效果 看上去非常的好看 技巧的部分你可以把它架在後裙甲的上方 那它鎖附的三枚彈夾你也可以把它搭載在它裙甲上 另外它雙腿所搭載的三連發導彈發射器 你也可以把它卸下來拉開提法讓它手持 那這樣子手持的形態我覺得很好看 超級帥 背包的部分也是我覺得這一次最大特色的地方 外面上面看上去就是大大的推進器 乍看之下就很像是一對翅膀 那它內構的骨架部分也是做得蠻豐富的 那它另外在上面也有多設計個關節零件 你可以把它拉開來來去調整它推進器的方向 那推進器它的外裝甲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肩開來就很像是GN 它正在推進的形態 整體來說這台GN它的外觀上面分色完整 不用做補色 在組裝上面它的手感 還有它的主題感都非常的好 雖然說它的可動表現度一般 但是它所附的武裝非常的豐富 增加了它的把玩性 也讓這台GN加了不少分 建議大家在組裝完這台GN的時候 你可以多花一個小時把它的機身貼紙貼完 這樣子所呈現出來的效果非常的好看 那小小缺點的地方就是在它槍管的部分 它是有偷膠的狀況 整體是沒有太大缺點的地方 那這台GN它的日幣的定價是4300元日幣 那以MG系列來說它的價格不貴 但是它的角色是GN 又覺得好像有點貴 我的結論是呢 這台你買的不會後悔 你不買好像又不會怎麼樣 那就交給大家自己去決定囉 4月份所發售的組裝模型 你們不知道大家有組裝哪一支呢 那在下個禮拜4月28號呢 又即將要發售性鋼彈 其實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買 因為要買就是要買套組嘛 但是套組呢好貴喔 實際是有點買不下去 好啦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1比100MG GN 那如果你支持我的影片的話 看到廣告不要略過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11.1 下面小時候 再燈 也要贏 一次 2 3